注意這邊 你就在中文的世界思考啊 我告訴你 所有的中文都是什麼 中文的媒體都是什麼 沒有人去看我們過去的影片嗎 有人去看過去的名片嗎 你們都要去看 雖然你頭一次來 你進行 你要上官網嘛 我們過去內閣的所有的演講 你都要去聽 有人都要上去看嘛 好不好 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喉舌 對吧 中文 還是叫中國人控制的媒體嘛 所以你看那個消息 你Google 你們知道Google是什麼東西嗎 知道的騎手 我都知道嘛 對吧 你Google要打一個字嘛 你打日本 你就看一連串中文 有關於日本的所有的新聞都走 你說日節新聞 所以優關日本的新聞都會走出來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去Google 比如說United States 或是Google用英文打日本 你出來都不一樣耶 你知道嗎 不一樣裡面它的觀點都不一樣耶 那表示什麼 你只要用中文 你就叫喊這個在中文的世界 你用英文就有比較global的觀點 因為使用英文的地方很多嘛 我還有一點給你們建議 拜我們上課 我很喜歡看到網頁 秘書長PO一個文章上來之後 一PO完文章看多久 二十四小時以來 二十四小時之內 有幾個人上去看 我都去看核桿的所謂啊 看數字不多耶 這樣不行耶 只要每一次有語言講 我都來看核桿的 應該我們內閣裡面演講 你再看那個所謂 你聽演講的人是什麼樣的人 你如果說媒體人 喔 核桿一大堆 那標示什麼 對他們說的會比較有興趣嘛 對法理還沒有興趣嘛 那就要這樣 我們會來看大部分是我們的內閣 參眾議員 議員 還是我們的郡守 對不對 你如果去點媒體人 那標示是什麼 你們到現在你的腦袋 還在媒體人控制之下 媒體在控制之下 還有一個中文的媒體在控制之下 他們講的很精彩嗎 我跟你講他的精彩 是在中華民國流氓政府裡面的體制 體制下的精彩 奇奇怪怪的 奇奇怪怪的人很多耶 所以他告的數很多 好像很精彩 你都去聽那個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什麼 需要的是什麼 是法理的訓練耶 不是國民黨那個 你看那個社會辦一大堆新聞 看那個做什麼 會對你有幫助嗎 他過去他有經驗 那是在他的系統的經驗 是不能移植到我們的系統裡面喔 來 我要做一個簡單的調查 我跟你講 上過台灣史的舉手 台灣史解碼的 那還要救 好 請放下 沒有上過舉手 怎麼那麼多 等一下 你們是前幾期的 才不知道多少 好 沒關係 這樣待會修正一下 參眾議員請給他手 來 請放下 內閣閣員請給他手 OK 再來 俊手請給他手 抗家旨的 俊手請舉手 怎麼這樣呢 俊手比較少 沒幾個嘛 俊手舉手 很驕傲的耶 請放下 去考好不好 大家都去考 你們才好好考試 才會好好去念這些東西 才能考 給他考過嘛 好不好 大家都來考俊手試試看 給他自己一個資格 我們現在直接進來 參眾議員剛才舉手那麼多 我現在只問參眾議員 你們現在日拜 要做我們的地方 和中央的參眾議員 對吧 地方參眾議員請給他手 地方的 好 請放下來 中央的參眾議員請給他手 沒在這裡對吧 在那幾個 我們地方的 好 這樣我就要修正一下 我要講我的內容 好 你們現在來做參眾議員 我請問你一句很簡單 我過去幾幾節 我都說同樣的問題 你當了議員 你有沒有誰最大的 認為人民最大的 請給他手 認為人民最大的 請給他手 你當了議員嘛 請放下 完蛋了 完蛋了 哪是人民最大的 我請問你們很簡單的事情 今天你給你管理的是你人民 你們是投票進來的嗎 不是啊 是誰能給你全力的 你20年還要改選 你是要跟人民 人民哪是最大的 那都是過期 讓民體去騙出來的 人民最大的 那不是 不是 人民 現在外面的人民都不懂法理的 他們哪最大的 他叫你造成 你就造成 你怎麼樣 還得了 還得了 外面都受資料文化影響 你就去電影嗎 不是耶 你過去所有的那些圖 都叫到一邊去吧 不對的耶 來 給你看那些相片 很多人群的 很多人 你看 這才30萬人而已 這才30萬而已 你們分配的代表是60萬人 60萬這個就兩倍 人民如果最大的那時候 你要聽誰的 你跟我說 慶菜公公 你隨便把說人民最大這個 放在嘴巴上 那是媒體 還是國民黨的流氓 都跟你騙的 你如果人民這麼多 那時候 你要聽誰人的聲 誰人最大 我告訴你 這麼多人60萬人 誰最大 這裡面每一個都一樣大 那時候誰人的聲 你要聽 家裡只要有 北部兩個人 小孩子就作亂了 意見不同的時候 他就可以操作 你如果60萬人都出現 是你的 最大的時候怎麼辦 你要聽誰人的聲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九部那裡的議員 說我最大的 不要騙我 什麼人民最大 那就是放在嘴巴說的 那是媒體說 為什麼媒體要講人民最大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媒體沒有人家授權給他 他現在要愛姐管理 所以他想 媒體是誰養出來的 人民 他的組織是人民 你要去消費媒體的新聞 去消費媒體 他早就要成活 如果沒有人去看他們的問題 媒體是怎麼要去生存 所以他最年 當然要跟你說人民最多 他說人民最多 那時候他早有權利 早有人去偷證管 在偷權利 偷他的影響力 但是這個觀念 你再想一想 我就跟你說 就不對了 這麼多人裡面 一定會產生什麼 利益團體 你說這群人民最大的時候 我們仔細來看 這裡面什麼人 一般的人什麼人不忘了 為什麼 弱勢團體不忘了 你聽不到他的聲音 他也不想講話 平常也不投票 也不跟你參與 怎麼會是人民最大 什麼人會大 利益團體會大 開始結構 開始有一個人走出來 因為共同的利益 開始有結構 結構 結構之後就這樣 跟你學生 送錢 送東西 跟你講條件 你如果人民最大你就害了 又回到國民黨的老路子 一樣 所有的 來我上課的時候 先不交談 來 我上課的時候保持 這樣會影響我上課 來 人民 最大 這個前提 就是所有的貪污 腐敗的開始 你如果聽人說這句話 那個人 就順便要開始貪污腐敗 因為他聽不到人民的聲音 到最後就是他最大 他做決定 他說了算 反正四人嘛 你這些人 要把我弄掉不容易 對吧 而且你來 你就要知道 你上面是誰 你下面是誰 權力是誰給我們 你今天當參眾預言 是你何德何能來家 人民選出來嗎 你做很好的人 給你選出來嗎 不是啊 我們上面是有一個 叫做美國軍政府 軍政府裡面 設立的民政府裡面 給你選出來 那不是 你權力的來源是他 當你不能 照命令辦事的時候 是怎麼樣 換掉了 就換掉了 這是權力的來源 我在那裡跟內閣說 我說你裡面有內閣 還說人民最大 那個還要去 參眾議員就算 你要面對人民 但是內閣你也說人民最大 還要 內閣上面有什麼 內閣總理啊 你旁邊還有不同的長官 跌立頂頭哪有人民最大 所以我告訴你 你們換了位子 就要換什麼 腦袋呢 你過去所有的都等著 你現在就要 你沒有換腦袋的話 我告訴你 把你們拍到每個單位的時候 會出問題 為什麼 那些人都沒有法律 你唯一你跟他們不一樣 就是你的法律 你清除嘛 你裁判嘛 還有一個什麼 清廉度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我們民主府 你如果要做民主府的官員議員 你的貪污是什麼 唯一實行啊 死刑而已 你覺得不對 快跑喔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等於把你們送的裡面 等於把羊送到 財郎府報那些 牛頭賣麵裡面 那些什麼歪囚的事情都可以做呢 你唯一能夠守住是什麼 就是你的法理清楚嘛 你會接受命令嘛 第二個是什麼 清廉嘛 你可以貪污啊 不然跟過去都一樣啊 你就是不一樣嘛 民政府是直接命令給你耶 叫你去執行命令耶 人民最大的我親切說一下 我們為以後的官方語是誰 英文嘛 英語嘛 日記嘛 對不對 那代表我們的法理地位嘛 我們說台灣的客位都沒關係 那是家裡在講的話 但是不是官方語 人民來說 怎麼這樣 給你解起來好不好 你反正民意代表 你聽我說話 你跟你們的中央說 換條我們現在要用台語 要用北京語做官方語言 我們子小子 尼納都受這個教育 你想要給他解起來 你要解嗎 你記完耶 我們是民上大你會解起來 那不是 不是嘛 不行 這違反我們的法理嘛 所以我們事情順遇的 什麼最大 什麼第二 第三 照順序來 不要灰棄 灰棄後就出事 對吧 所以法理上一定要堅強 你都要搞清楚 所以為什麼叫你們去抗棄手 抗了你的頭腦也清楚 我慢慢講喔 講到這個人 還有一點 來 再回到上一章 OK 民主 上面有一個人嚇手 說 許老師 你說有民主 難道民主是錯的嗎 難道民主這次是不對的嗎 我看你怎麼講喔 你在中文裡面就有問題喔 原文叫做democracy 那是翻譯的 那是翻譯的 那孫文 中華民國的系統裡面叫孫文 他翻譯也不說民主喔 那是後來再出現民主這兩個字喔 好像叫做democracy還是什麼東西 它就直接翻英文字 democracy 民主你如果看中文你就會翻譯了 所以 台灣人又被中文玩得死死的台灣人 你就想說自己是華人 覺得自己是漢人 覺得自己是外星 你讓中文的世界翻譯 框住了 民主是什麼 人民是主人嗎 再想清楚喔 人民是主人嗎 在我們的系統 我們大日本帝國 人民是主人嗎 像是主人 在我們的系統裡面誰是主人 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 金上陛下 對不對 這democracy 我告訴你 兩個情況 在民主制度國家 它是一個授權單位 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它是一個傾聽的單位 要聽人民的聲 有沒有看 在君主立憲制 是傾聽機制 而不是治理之治 在共和國裡面 是一種集體授權的機制 授權的權力交通之趣 透過選舉把權力交出去 我講之後會講得更清楚 在君主立憲裡面 是一個 因為權力在天皇手中 他要照顧他的背心 他透過議會 去聽人民的聲音 所以你把人民的聲音 反應給再上位者 請他改變他的治理方式 可以影響他的治理方式 是這樣 這跟我們現在 過去共和國的系統 是不一樣的 我們要回去 是要回去那個系統 我們不是自己製造一個系統 你現在目前 你也沒有這個權力 外交國防都不是在那裡 你是在軍政府裡面 民視政府 會在裡面議會制度 是要改靠人民的聲音 要學會去聽是什麼聲音 對又不對 你就要透過你的政治判斷 跟你的法理判斷 把它 英文叫Discernment 分辨出來 選擇對的反應上去 不對的你就要講 這就不簡單 不是什麼人民最大 所以你現在都要修正過來 如果民主制度這樣說 是一個好的制度的話 為什麼企業界不要這樣做 一家公司 為什麼不要有民主制度解決 下個禮拜 我們公司生產的產品 大家投票決定 我們這個月的工作時數 大家投票決定 放假幾天大家投票決定 薪水多高大家投票決定 這樣不行 各位公司就看到了 最近不是太高級 世界杯 那個手機請關掉好嗎 已經到我們這個階層的受訓人員 不應該再有手機的聲音 我是在初級班OK 但是我們這樣不行 一定要關掉 這位打擾我 我跟你講 好 一家公司都不會這樣做 你球隊也是啊 球隊上面是什麼 Owner 就是這個球隊的擁有者對不對 老闆 球隊老闆 然後他把他的權力交給什麼 球隊經理對不對 球隊經理怎麼樣 去叫教練 去叫球員 有的人特別打前鋒 有的人打後衛 有的人專門在中間 有的人是後補球員 對不對 球隊經理在做這件事情 找好的教練 跟他訓練起來 這我就出去打 如果球員 決定今天經理是誰 教練是誰 那要打什麼球 不用打 是不是 公司也不敢 我們民主制度來經營啊 公司會鬥啊 如果一家公司都不敢用 民主的方式來管理 騙什麼說一個國家 比任何一家公司 還複雜幾千倍 幾萬倍的國家機制 要用民主的方法解決 比較有可能 你一個公司都不敢用民主機制解決 憑什麼一個國家這麼複雜的機構 你要叫一個民主制度來解決 那我簡單 所以你要想清楚 民主制度是一個什麼 集體授權機制 他到最後就是把你的權力 透過一個選舉方式 進出到另外一個統治階級 他來負責這些事情 來 人民當主人 主人是什麼意思 政治決策 制定法律 以及實施各項有關公共利益的計畫 需要深思熟慮 和有條不紋的商討複雜的問題 這就需要花時間精力 根本不是廣大群眾的公民做得到的 試問 有關於運作國家的相關議案 哪一樣是全體公民一起做決定的 當每一個國家主人的權力 在不到千萬分之一的時候 那代表什麼 你在做科學研究裡面 百萬分之一千萬分之一 視同沒有了 管理高出去了 你沒辦法再控制了 這個民主機制 授權機制 人民怎麼最大 裡面有一個公司 最近有一個我查出來 在瑞典有一個 西班牙有一個公司 叫Modragon 這公司很差別 它真的叫我們剛才說的 為什麼公司不能用民主機制來做 它就真的來做一個民主機制的公司出來 所有公司的產品啊 經理啊 大家 員工去選啊 它也成立一家公司啊 也做得蠻大啊 但是後來 在2013年 Fargo Group 宣告破產 表面上民主機制 但是最後 你只要做生意 都是要去吃人的利益 所以它雖然在公司裡面民主 它犧牲了第三世界國家的人 去做他們的事情 就這樣啊 這關民主機制是什麼民主機制 剛好考慮到大家 沒有啊 還是一個selfish 是以營利為目的的機構 就不可能用民主機制來解決 沒有效率 沒有目標 沒有方向 沒有策略 大家決定根本沒有 我有幾年計畫的 每次都投票決定啊 我們哪裡啊 它是做home appliance 是做家電產品的公司 你可以上網去查這家公司 去看他的過去 經濟學者也在研究這個東西 民主機制 用在公司管理裡面 證明絕對到 當然 所以這套機制 民主機制 不能來管一個國家 了解 所以他的觀念 我們的觀念不是由下而上 所以很多人對外國人說 你們民主機制 沒有人自民 沒有自己支持 不好意思喔 不是這樣子 我們權力來源是 美國軍政府給的權力 人民有沒有支持不是重點 當然會啦 我們也考慮人民會支持 但是他支持說 他都會去由 流氓政府封到頭腦都揮起的人 你要他的支持是什麼 他支持是走別的路耶 就是不會走這條法理的路耶 好處就是這樣啦 台灣人民才能夠叫給錢 有人還繼續在過期的 那些系統裡面吃香喝辣的 比如說 很多台灣人想說 要做自己的系統 在國民黨裡面就加入民進黨 加入國民黨 加入親民黨 但是那都是台灣人喔 我們只認定人的身份 台灣民進府裡面 本土台灣人的身份 就像一個 就是我們被佔領的那個時候 我們的戶口裡面 你是什麼人就是什麼人 不是說你要說台記就是台灣人 說台記的中國資料代名 第三代之後 說你比得贏耶 你說這是台灣人結果不是啦 有很多台灣人的人 不是說台記也很多 不是說客話也 客家語也很多啊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喔 我們是什麼人喔 好 我們回到那個 那個 因為很多人沒有上過我的課 我們回到那個 Migration Map 那個 那個遷徙圖 因為你們沒有上過這個課 我們來看這個段 看過這個圖 沒有看過的圖 舉手 這個圖沒有看過 很多 好來我講一次 我跟你說 我們是水 我們是什麼人 政治上面我們是大日本帝國成名 沒有錯 我們是什麼人 我跟你說 國家地雜誌 有一個 最近DNA研究很厲害 所以用棉花棒 在口腔裡面 要吹裡面 擱一下 上去實驗室 兩天 不用兩天 你那個DNA去拿出來 裡面的基因排列組合 在電腦裡面就出來了 我們人在生肚子 生肚子的時候 他們會做一個動作 叫做基因複製 我們的染色體會複製 複製裡面 會有誤差 誤差就會 有留一個叫 編譯的基因在裡面 所有 對你這裡生出來的 人啊 都有同樣的這個記號在身上 所以 國家地雜誌 有一個 Dr. Spencer 做一個很有名的計畫 這計畫 他的樣本空間 抽樣的空間多少 70萬 70萬的樣本空間 那很大的 他想要知道什麼 人對都要來 所以他把全世界的人 做了70萬的樣本空間以後 最後追出來 看這多 對都要來 所有人類 這有時間點 這是幾萬年 到哪裡 非洲嘛 非洲嘛 這叫Scientific Adam 從這裡來 所有人 現在我還是世界上的人 追他的DNA 追都追到這個地方 而且有時間 差不多六萬年前在這邊 都對這裡追 有的人說 許老師 我比較有貧困是我 我對哪裡來 好 這樣我告訴你 在這裡 這裡有一支叫做M174 M174 走的南夜門 走的印度南部 走的馬來半島 帶我來台灣 再來去日本 再去韓國北部 這支所謂的中原地區 至於所謂的中原地區 有什麼人 你看 很多有印度來的 有東亞來的 有蒙古來的 幾十種 所以誰是雜種 上場誰是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啊 資納人雜種啊 真的啊 誰是誰的祖先 我們是他的祖先啊 韓國人 韓國人說他是中國人 中國人起到要死 不好意思喔 科學證據 DNA 就是從哪裡去的 問題是韓國人 我們是從哪裡去的 有日本去的 那日本人從哪裡去 從我們這裡去的啊 三人來我們這裡 有印尼啊 馬來半島那 還有一些非洲來的啊 我們四萬年前 已經在台灣這裡生了 四萬年前 已經住在這裡了 所以他們是雜種啊 他們是我們後面的人啊 數點望族是他們啊 這些人不會做 你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才是不會做 我們是他的祖先啊 你如果去拜中國人 你如果說你的祖先 這是從中國來的 那對 不對啊 血統啊 不是只靠一個故事 要給人騙 我們民進府跟我說幾件事 歷史上的文件事實啊 科學的證據啊 邏輯的推導啊 不是給你畫一個大面 叫你去追求耶 我現在科學證據 追出來啊 這也列上去查的啊 那是什麼人 清清楚楚 M174的後代 在這邊四萬年生團 不跟外界接觸耶 是後來這幾百年之後 在這裡形成一個文化上的大國 在用文化語言給你入侵耶 是這樣耶 變成資源的掠奪者 他再走來台灣耶 本來我們不跟外界接觸啊 我們M174 我們的血很順的啊 我們高山祖跟北部祖的後代啊 你以為你說這種議員 你就變好人 你說這個你就變客人 結果都不是 結果你說高山祖跟北部祖 M174的後代 你知道嗎 我們在黑洞 我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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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誰人 清清楚楚了嘛 我把科學證據去拿出來給你看 所以這個Dr. Spencer說一句話 他說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歷史故事 是記載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在我們的血裡面 沒有聽到你跟北部說 這樣清楚嗎 我們是誰人清清楚楚嗎 我不是在說政治地位喔 我不是在說M174的後代 那些東西很清楚 在這裡洗頭數萬年了 你知道嗎 來 下一張 所以呢 你看 我們本地在這裡數萬年了 部落的形式 部落 Tribal 再來 大都王國 那是我們自己形成的大部落 再來 西班牙 荷蘭 大清帝國 殖民地 那時候就是要掠奪資源 在造來界的地方 要跟你想問 要拿東西 用各種方式來嘛 再來 在大日本帝國那時候 因為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真的 這個土地正式是他以後 他做一件事 這時候大日本帝國 做一個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叫做Permanent 永遠的系統改變 什麼樣系統改變 這個土地已經 因為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 已經正式在國際法上面成為 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娘頭 我就改了 已經是這樣了 有人說 不是喔 我們現在不是繼續說中文 也不是繼續在拜中國信 不好意思 這叫做 暫時性的系統轉換 真是的 過去給你做殖民地 那時候來了一批 後來什麼 流氓政府 因為我們戰敗嘛 我們戰敗 美國要破壞 本來很強的 大日本帝國的系統 叫這三不斷末流的國家 把你統治 要流氓的人 把你統治 這套系統連中國都沒了 連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喬不起的系統 這很壞的嘛 但是把這套拿來台灣 給你們騙 給你們教 所以剛剛我們這種樣子 頭腦不清楚 邏輯不清楚 黑白亂拜 黑白亂信 不去研究事情 到底真的對的 對真的事情 不敢堅持 就這樣啊 用剛剛都知那人的心態啊 資源回收人 我有說那個資源回收人 知道我說資源回收人 知道我說資源回收人 不知道要騎手 沒有聽過資源回收人 好 我講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過去喔 部落修台 修台的時候 會做什麼事情 他為了什麼 為了水啦 為了土地 比較多的地方 所以修台嘛 修台之後 把對方的 酬長頭鎖起來 要人都抬了 他不用什麼 他不用 他拜一天 他們的後代還給你換 所以就抬了一點 到外面他想說 這樣也不對耶 我土地翻了那麼多 那時候 我不對 我自己過來的進走 太累了嘛 所以做什麼事情 把你更聰明 更厲害 更用的 他要照顧 生態之後 村的老弱婦女 小朋友 男朋友 都老了 做什麼 進產 繼續給我努力工作 賺錢之後 我收回來 就好 這樣 這個人我叫什麼 資源回收人 本來是本書 要叫他們彈條 還叫他們 使用 我們介面就是 資源回收城市 香港嘛 香港就是 英國的殖民地嘛 對吧 對吧 做什麼事情 他們只派一個 中特地 建構一個英國系統 香港人每天都努力了 吃飯 睡覺 唱歌 吊舞 買東東嘛 哇 有押韻喔 吃飯 睡覺 唱歌 吊舞 買東東 這就是 資源回收人的特性 資源回收人的特性 沒有去管他是什麼人 每天有飯吃就好 有廚房大就好 那就很高興 這叫做資源回收人 他不會去想說 我是什麼人 我先說我來這裡 我要去哪裡 我代表是什麼東西 不會去想這個 因為資源回收人 是沒有腦袋的身體 他有功能 他有很強的功能 但是沒有思考能力 他們的腦袋後來換掉了 換成什麼 他們的腦袋換掉 換成什麼 他們的腦袋是什麼 媒體 媒體啦 媒體是他們的腦袋啦 你每天在看媒體 媒體跟你講什麼 所以資源回收人的腦袋 他的記憶力有多久 可以記多久 有事情可以記多久 我跟你講 媒體多久他就多久 紅綜秋暗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黃色小暗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對吧 山綠青暗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為什麼 因為一個月以後 媒體沒有在講了 這資源回收人就不會記了了 這就叫做資源回收人 我們外面那些人都是這樣 不知道法理的台灣人都是那種 並說資源回收人比較好管 比較容易管 你不會想太多 說我有家人大大 我煮地包 我開勒布基尼 我開不甘地跑車 結果你那些是努力啊 你的臉上有什麼努力啊 叫做統帝的啊 你就沒救了 這就是資源回收人 這就是我說的資源回收人 我們為什麼要變成這樣 沒辦法我們戰敗了 但現在法理把我們討伐出來 我們要美國親自佔領 我們目標是要回到另外一個階段去 你知道嗎 這樣資源回收人定義你也知道 所以我們就比較清楚 說這堂的系統是什麼 資納的這堂系統一枚是 到底是什麼 好像一個八爪章魚 你知道 章魚你知道 很多隻腳 八隻腳那種的 用他的媒體啦 姓氏啦 宗教啊 語言啊 教友幫你抓條條 我們過去我們 從日本大陸去用簽了 第一次做什麼 讀了錢給他貼了 他給你的議員嘛 所以我們的阿伯阿公 那個時代在日本受教育 那時候台灣去日本留學 全世界留學20萬人喔 有20萬個台灣人 在全世界各地留學在日本時代喔 那時候的市值率是78%喔 那是亞洲僅次於日本最高的國家喔 的地方喔 地區喔 不是國家喔 但日本地國裡面的台灣喔 僅次於日本本土20萬人出國留學耶 那不敢想像耶 那不是資納人了解的事情耶 那那麼高的水準 為什麼降到那麼高 就是我們戰敗嘛 他用那 末流的系統 自己進來幫你通知嘛 所以那時候說 給你議員解 不可以說台語 不可以說一句 所以你議員拿掉 你說台灣人寒萬講話 哪是寒萬講話 你如果沒有你用台語給我辯論啊 你用他們議員一句給我辯論啊 沒有的 他就叫你說北京議 他自己都說不標準啦 他就叫你給我議員 所以我們過去有很多阿伯 阿公那個時代在日本留學的 東京地大好 很好好的學校回到台灣 突然間 突然之間都沒工作了 沒頭髮怎樣吃啊 為什麼 議員有啊 語言換了啊 他的學歷都不算了啊 就是這樣啊 你的精英都幾乎讀掉啊 那是生存的戰爭耶 一個生存的戰爭耶 你MG74的後代還不 還不清晨 還想到自己是中國人 我是華人 我是什麼人 完蛋了啦 所以我們現在喔 雖然英國有聽很多 不一樣黨派的人說 我告訴你喔 只要他們的身份對 我們都接受 為什麼 我們現在就是要跟台灣人叫做 你只要身份正確 因為你過去有講騙嘛 沒關係 我們接納 但是你時間很短啊 趕快出來 趕快從那個不同的黨派裡面照出來 脫離那個系統 不要再繼續跟他們玩了 你就明明知道你講騙了 你又知道你講騙了 你又知道法律在那裡 你又沒辦法回來 你告訴你 你是支持那個統領 Are you part of the regime who suppress the truth 你是不是參與這個壓迫真理的這個集團 suppress 壓制 壓抑 the truth regime 就是個大的集團 台灣人你是不是還在屬於那個集團裡面 替他在從事對我們的教育 把我們洗腦 在媒體界 在教育界 還是不同的界 繼續對台灣人民施語這種洗腦式的教育 不能再這樣啦 時間到了 法律走出來 鬼就要走 知道是鬼嗎 我們過去說鬼儘管去附身嘛 台灣人你知道 自己的名字都說不出來 鬼仔聽你回答 你說你是什麼人 我是中國人我也是台灣人 笑的 鬼替你回答嘛 你沒辦法說自己的名字嘛 為什麼中華民國劉王政府是鬼 死掉的政權就是鬼 離開他本來的身體 不是鬼是什麼 想要找台灣這個土地做做他的辛苦啊 要就地合法啊 鬼附身 這些人對鬼這個事情拿到好處 誰在這個鬼的統治底下拿到好處 當機嘛 對不對 當機就要有鬼才有虎心才會讓人騙錢嘛 誰是當機 國民黨來的本土派 民進黨啊 就在扣這個 國民黨這個流亡政局的假情的這個政黨 就是當機啊 誰人走鬼走 他們走鬼走啊 鬼走他就沒辦法吃啊 所以 兵條條的啊 我們現在要把他跪 透過我們的法律要把他趕走 結果要漏他下來是那些人啊 可是不是很可惡 所以我們法理要不斷的講 不斷的說清楚 說明 時間 時間要搞 台灣民政委要執政 那時候我們的處理方式就不一樣 因為是美國軍政府要你執行的啊 這是大環境啊 但是你在中文媒體看不到這些東西 來 我們回到剛剛前面的幾張 要知道齁 就補充一下我們過去沒有上我課的人 說的 來 那個民主的下一張 這一張 我們是一個君主治國家 這是共和治國家 如果說到這個我才會說 美國是怎麼變成這樣 美國過去齁 他是殖民地 英國殖民地嘛 十三州 每一次都要抽水 他很氣 因為每一次水都滴滴滴滴滴滴 要跟英國說一句話說 我們如果沒有代表在英國議會裡面 你不能這樣慶祭 想法說要抽多少就抽多少 英國說不行 我照常這樣做 所以最後就打起仗來 打贏了之後 打贏是什麼意思 表示美國 對英國的統治下獨立出來 獨立出來的時候 他就把所有的這個國家的權力 賦予給所有的人民身上 所以林肯講明有明智明想 但是不是我們的原則 我們是不是 我們的權力是有源頭的 天皇 我們的統治系統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不要混淆 但是說到民主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人抗議之後 他說他拿了權力 結果 我跟他說 消失在人群中的統治階級 英國還是一群人在統治的 你沒有看到還是那幾個家族 那些比較厲害的人在統治的 還有五個人去 每一個人都給你統治 哪有可能 最後還是選出一批人代議 代表他們去 所以他是一個授權機制 結果這個授權機制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做不到事情沒有人負責 因為他是在選舉機制裡面 真正的統治階級 消失了 你在這些系統你知道是天皇 做不到你會抗議 你知道的是這人人 清清楚楚 在民主制度裡面是這樣 所以見解說 這是國賠 這個要國賠 從舊之後這樣叫領事 國賠 結果是什麼賠 領每一個人賠 還沒去賠 有沒有負責任單位 到最後大家一起吸收 叫的叫馬越高 你們付的錢越多 就是這樣 沒有效率的結果 就大家一起賠 到最後只要在國家垮為止 所以這個民主制度 在歐洲發生很多問題 在西班牙還是土耳間 因為民主 不是土耳間 有些國家都選民主到一個過頭 一大隊公務員 台中民主 都要有時間機會都給你 到最後要吃到這個國家都破產了 破產了 等到人家來收拾你 所以他不是一個有效的 一個統治國家的方式嘛 你如果要來這樣算就是這樣嘛 好價錢 我們不是 我們回去台日本 帝國的系統 今天你們的位置在哪裡 統治階級 你們不是老百姓啦 所以你不能用八成的俗口去想事情 所以我說你換的位置 你要換的腦袋 你現在給他那麼高 不好意思喔 你的歷史 你們在座各位的歷史定位已經出來了 不簡單耶 歷史定位耶 很多人有錢都沒有人知道你是誰人啊 在座各位 為什麼你們可以在這裡 我跟你說你們好名 真的大家都好命 你我大家都好名再來在這裡 才會參與到這個跟台灣有段 對啊 這就對了 你們歷史定位已經出來了 村裡就是你怎麼保持自己的權利和地位 你們突然變成統治階級了耶 你的思考都要蓋啊 怎麼樣維繫這個系統 過期因為那個統治階級是中國人嘛 我們現在要把他幹走嘛 因為過期把我們的統治階級換掉嘛 現在換我們都回來嘛 你們就是那個統治階級 就要執行這個國家的命令 把這個國家run到很好 這樣知道齁 再來再來下一張 這是Republican 就是所謂的共和國家 就是Vigo Hector 來 再來 我不講太多 今天時間有限 有 我到幾點 8點半 OK 我再說一下 來 講到這個 這裡還有一點 我們要做我們的議員 一定要知道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對整個經濟運作的體制 要非常熟悉 我親在說 如果議會跟我們通一個法案說 現在要節能簡單 我們把電力上升兩度好不好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影響的後果是什麼 大賣場升高兩度 大家都不要去大賣場 我們家人家都要這樣 我去那邊做什麼 又爛爛爛 接下來就影響到消費了 很多人要去消費了 就影響到經濟 所以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你要通過任何一個法案 它所牽扯到動議法 動全身 簽議法動全身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 起碼的對於什麼 經濟體制在運作的概念 所以你們來看這張圖 什麼圖 經濟運作的體制 我開始的時候你們就知道 一開始 R&D就是做研究發展 以前是啟蒙時期 Enlightment 人開始就注意到大自然 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很多秘密 很多好處都藏在裡面 你只要去研究大自然 透過科學研究 你就解開這個秘了 對不對 舉個例子 蒸氣 Vapor 蒸氣 你們家煎水有蒸氣 照出來對不對 你們想說煎水有蒸氣 有人騎到就想說這機做什麼 內燃機 Combustion 用蒸氣去推動引擎 引擎再去製造生產 所以本來一箱的 一天再做一箱兩箱 用機器出來幾千雙都出來 所以由RAD以後產生科技 科技以後製造生產很多 產品 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賣 賺很多錢之後 錢又拿回來做R&D 又產生更新的東西 這樣就一直咬 過去要說一句 我才八兩粒酸 再說一句話又走回來 後來不用了 卡電話 再來現在手機 又看到對方的照片 又直接面對面講話 還可以送文件 為什麼主要手機不好 以前我記得智慧型手機 這叫刺激需求 所以不能節省 節省什麼 適當的消費 不是叫你去節省 該消費就要消費 該換手機就要換手機 該換智慧型就要換智慧型 你大自然的洞見 就看到一根大自然在奧妙的地方 去解開來以後 就給我們人類什麼 power power就給我們掌握這個 這世界上的資源的能力 有這個能力之後 我們就有獎品 這個獎品是什麼 你到市場上去賣產品 這個錢就來了 錢就在地下 經濟才會活絡 所以你做的政策 不要讓這個輪子停止 想清楚 怎麼樣讓這個輪子停止 這個輪子如果停止 世界就落入災難 整個崩盤 你這個經濟不繼續消費 整個會崩盤 人要不斷的消費 不斷的創造 經濟才會其實往前走 怎麼樣讓它stop 怎麼讓它停下來 我跟你講 有錢人覺得生活很空空 窮人覺得生活很滿足 這個輪子就停下來了 聽得懂嗎 美國為什麼叫你說 所以說不能走向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就是 讓窮人都吃得很飽 不需要努力 反正國家幫你刺 水電都拿著肉 你也要努力 固定收薪水 所以共產主義就是讓整個資本主義 這個輪子停下來的主要原因 為什麼 它當然不要你走這條路 有錢人都去吃災念符 都沒有慾望了 完蛋了 那東西會不會有什麼 所以那錢 你如果真的去吃災念符吃素 這個經濟就停滯了 有錢人剛剛每天上網就很高興 日本有一個叫做下流社會 下流社會 就是日本現在產生一個階級 叫做下流社會 你怎麼有大錢 賺錢一國的 打工就有一萬多塊錢台幣 住家吃白布的 吃7-11便當50塊錢 上網所有東西電影都可以看完 聽歌也聽得到 UNICROME買個衣服 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參加派對 所以他所有的人類需要的工人 他都滿足了 一萬塊錢就搞定了 接下去他就沒有想 往上努力的動力了 為什麼 他要上去要付出很多代價 比如說每天要去上班 還要被老闆罵 要去賣賣 我說坐一下就剛剛好 日期就好過 完蛋了 經濟停滯的開始 這是一個記號 Sign 所以你要想辦法讓窮 那怎麼讓他動 窮人要覺得我要努力 我要努力往上爬 因為我會有獎賞 我再爬多一點 我獎賞更多 我希望更好的車子 我希望住更好的房子 要一直進步 有錢人幹嘛 永遠買不完的好東西 對不對 跑車有一集一集再上去 房子有一集一集上去 這樣才對 才會motivate motivate就是 引起人往前努力的動力 這就是經濟運作 所以你的法案 要看有沒有符合這個 還是停滯這個東西 你說的東西 如果沒有經濟的概念 別後面做你的指導原則 你做的議案 通過的議案 政策都不對 那讓台灣的經濟慢下來 你要讓它製造 生產 消費 有那些錢 所以怎麼樣 過去就是這個資本主義的輪子 在運作之後 ignorance was overcome 因為這個運作過程當中 要很多的知識 你才會消費 你要有知識 才會用智慧型手機 你待會有知識 才會去用網路 你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你就被迫要去學習 所以大部分現在 文盲就沒了 沒有錢的 沒有錢的 沒有錢的就沒了 為什麼網路真的很發達 你要學什麼都很快 就是因為你受到知識 所以你的消費能力就增加 你賺的錢更多 東西就越做越好 你就越買越好 你的香蕭就越來越好 就是這樣 再來什麼 疾病 就是慢慢解決 過去都一個黑石病 死一個人 現在平均數目比較高 為什麼 有很多的經驗 可以去做RND的研究 去治療人類的疾病嗎 不然你過去這樣 身體感冒死一大堆人 所以這個資本主義 帶來人很多幸福 當然我跟你講 也有不好的地方 我待會再講 還有什麼 Poverty 就是窮人開始沒有了 現在要邀死很困難 除非一些特殊國家 這個民主國家 邀死資本主義國家 是很難餓死的 政府會進來幫助你 不會有餓死這件事 只是吃好吃壞的問題而已 對不對 然後human rights 就是開始注意到 人權這件事 這跟貴旗的世界不一樣 資本主義運作結果 這是一個好處 沒有錯有污染 沒有錯有這個 但是你要用更新的科技來克服 輪子在轉 有所謂的轉得快轉得慢 你轉得太快的時候 可能你的污染 就沒辦法解決 所以你需要時間 來解決污染的問題 用更高的科技 你的杯子不能分解掉 沒關係 我們以後搞不好長出一種新的細菌 專門分解保特瓶的塑膠 可以 OK的 就生化科技 好了 現在來這裡 Vigo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一直在推幾個概念 他一直在推民主 為什麼要民主 我跟你講這個跟這個是息息相關的 你不要小看這個 為什麼要民主 為什麼要注重人權 為什麼要freedom of speech 就是有言論自由 為什麼要有教育 為什麼要媒體的自由 為什麼要多文多元文化 為什麼要有這些東西 這個輪子在轉的時候 需要participation 就是所有人類的參與 你不能說我放現 我去關這件事 所有人類繼續參與 這個東西輪子才轉得起來 這樣知道嗎 怎麼殺掉一個民主 人家說這國家是民主國家 政府怎麼殺掉 讓他沒有代表性 就可以把這個民主毀掉 民主靠投票 如果沒有人去投票怎麼 崩盤 因為你這個政府沒有代表性 蠻複雜的 要想看看 當沒有人去投票的時候 這是什麼政府 沒有被授權的政府 他就沒有合法性 所以台灣人不能去投票 台灣人已經身分確定 你還投什麼票 他就沒有合法性了 要比什麼 民主的機制 我不要說這個 為什麼要民主 我告訴你 在上面有一大塊東西 叫marketing 市場 市場這個東西 最重要好的市場 一定要資訊透明 公開 比如說 我做的手機 跟Samsung做的手機 台灣做的美國做的 適合得好 你當然希望做的最好的手機 賣得最好 你如果做的爛的手機 還賣得最好 有問題 對不對 這個系統 就不是一個鼓勵 大家往好的地方 發展的一個系統 什麼系統 要這樣 被政府控制的系統 就是這樣 所以要打破貿易障礙 就在這裡 為什麼要打破貿易障礙 因為你用政府的力量 subsidize 補助那些明明水準不夠 還在大賣的東西 它會影響整個市場的機制的運作 所以要通過關稅法案 你們都會碰到的事情 你是不是在支持整個資本主義運作的 概念底下通過法案 還是只是 我要保護人民的工作權 可是你毀掉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就是整個資本主義的 所謂鼓勵好的東西繼續往上走 壞的東西被淘汰 一定要這樣子 共產主義就是沒辦法淘汰 所以只做的衣服 就是那種壞的衣服 資本主義就越做越好 越來越精緻 越來越漂亮 讓厲害的人出頭 壞的人你就要打拼 不然你就接受比較糟的待遇 有賞有罰 這個系統才運作得起來 你們這個觀念要清楚 不要動不動講人群講什麼 沒有錯 但是有要這個前提 就是說freedom of speech也是一樣 國家控制你的語言 不能說你批評政府 這政府一定有出問題 我現在講的所有東西不要講太深 都是圍繞在這個系統裡面在運作的 好啦有這個觀念就好了 以後大家還有機會還有課頭 我會講越多 現在先停在這個地方 來下一個 現在我要講一下美國政府的政府的系統 你看這堂 我要講 你們真的要學會看英文 以後我的powerpoint裡面都英文的 我不會把你放中文 我想不 美國人要把你指導的時候 他不會跟你寫中文好不好 真的 這次說要來演講的也沒有翻譯 你們在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 這就是他過去我們阿公那時候 有日本讀書之後 回來台灣大都說北京去那時候 他就批評了 就是一樣的情況 怎麼這樣 所以那時候要生存下來怎麼樣 趕快學啊 所以你快學 英語快學 因為英文會改變你的思考方式 思維方式 這個系統三度空間 X軸 Y軸 Z軸 下面這個空間表示什麼 權力的來源 這什麼 美國憲法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 你整個建構政府要有個基礎 這個基礎有這些 Federalism Civil Liberties Stadium Local Governments 美國是一個不同州政府組織起來 有一個聯邦政府的一個國家 然後Constitution是美國憲法 這是把各州聚在一起的 叫做Constitution Civil Rights 這些東西 在我建構這所謂的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我就用另外一個平面去看 有沒有 左邊是國會Congress 右邊是President 就是Executive Branch 就是行政部門 這個是立法部門 後面是Judiciary Branch 就是司法部門 這三個部門互相牽制 權力都不會有一個獨大 都會互相牽制 然後呢 有了政府部門 有了立法的基礎 有了政府部門之後 產生什麼 所有的政治行為 Activity Result from this whole 這個系統裡面會產生這個 產生什麼行為 像媒體 Political Party 政黨政治 interest group 利益團體就會出來 給我看 媒體你知道什麼嗎 媒體沒有權力 在這裡面沒有 它是一個政治行為 所以你不用插媒體 他沒有授權的單位 給我看嗎 利益團體也不是你的授權單位 他是要給你拖管理 要拖好處的人 給我看嗎 政黨是組織的團體 我看我要修正我講的內容 是不是要講什麼 我問你 問一下大家動作腦了 美國為什麼只有兩黨政治 為什麼第三黨站不起來 大家動作腦 大家都很聰明 做議員 為什麼美國政黨政治 當議員一定會碰到政黨政治 以後台灣就是 什麼 民主黨跟共和黨 過去那黨都沒去 全部洗乾淨重新編 你要共和黨還是民主黨自己選 我沒有騙你 真的以後就是這樣子 來 那我問你為什麼要變成 共和黨跟民主黨 為什麼變成兩黨 我告訴你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造成只有兩黨政治 為什麼 遊戲規則是什麼 選票最高的動選 對嗎 你知道嗎 最高票當選 存的人要怎樣 他要把他的權力拿到要怎樣 你如果分作四五黨 要跟人生什麼 他就要結整黨 所以你剩下的政黨一直合作 還要把他打給他 你如果沒有合作 你沒有在家打給他 日本自民黨現在獨大 你存的黨就開始去想辦法也要聯合在一起 你沒有再分散了 你為了要聯合在一起 你就失去你當初政黨的精神了 因為你是為了利益 為了把對方幹掉 所以我犧牲我部分的理念 為了要攻擊同樣的敵人 如果合作之後就只有兩個黨 一個上一個下一個上一個下 可以看到嗎 所以遊戲規則決定政黨 為什麼最後兩黨政治 最平穩的狀態 好像只有幾個人點頭 我看那眼睛金的幾顆 我就知道大家很清楚了 這樣知道 政黨真是這樣形成的 那interest group也是啊 你們以後當議員也會很多利益團體 要跟你遊說 放五百萬 要在你的桌上 你要桌上嗎 當然知道不行 我現在只是 當然不可以 那你民進會有人不會拿 但是我只是說 他就是 這是他可以撕裂的地方 他就把你的相片 昨天晚上你去哪裡睡覺 那怎麼辦 你的名譽就受損啊 你又跟人拱下來啊 他就換他上去啊 你不能說你坐這裡很厲害 沒有錯我們想辦法保護你 但是很多人很像要抽你的尾耶 他用什麼方法 他用什麼方法 送錢栽贈還是你做不到 事人家幫你捅你嘛 那你就要小心嘛 收到自己的尾嘛 他就是連陣清連 那法理搞清楚 不要做錯決定 我真的不能講太多 來 好啦 下一個 先走到下一個 所以我 再下一個 我剛才講媒體 媒體其實你們以後 搞清楚媒體是怎麼回事 就好了啦 媒體就是沒有權利 沒有實質人授權 他想操作讓自己得到利益 所以一定說人民最大 說你要有一個好處 再用這些人民最大 就是說我有代表性 再給他有權利的人討好看的 了解 所以他會想辦法做民意調查 他因為這樣就產生很多不同的組織 媒體後面的東西 讓他有可信度 實際上你把對方 什麼可信度都沒有 那就是媒體 但是我們現在不能再做支援回舟人 你的腦袋是媒體那要換掉 要換成法理嘛 對吧 對喔 腦袋換掉 來我先介紹美國的總統的內閣 因為你們有內閣 你也要知道內閣 因為你們以後參眾議員 會跟內閣互動 對吧 除了你們跟內閣互動 跟你上面人互動 都要互動 你要了解什麼叫做內閣 我先介紹美國的內閣制度 給你們知道 美國總統 他是一個執行行政單位 行政單位的話 他不可能有人做 我告訴你 全美國全國 拿政府薪水辦事的 拿政府薪水有多少人 300萬人 300萬人 拿美國政府的薪水在辦事 300萬人 你總統這樣換起來 是不能管這些300萬人 所以呢 他總統的權職可以任命3000個人 他的管理裡面可以任命3000個人 不然你之前總統就照他走就好啊 你要站著怎麼辦 他們有一個叫做 executive order 總統可以由行政命令 去改變這個東西 我可以換人 人事權 而且我有命令權 他就變成你的政府 你知道嗎 所以台灣民進黨四千人就高了 我們不用跪了萬人 四千人 淨淨淨都把你換掉了 整個國家系統就是這麼偉大 美國兩億人耶 他只有3000人的任命 結果把美國換總統 那執政方法就改變了 欸 你們一定要知道權力啦 因為你們已經來到權力的位置上了 你就要知道什麼叫做權力的運作 你要對權力的東西要敏感 敏感 你看到人家組織架構 你都要想以權力怎麼分配 權力的來源怎麼樣 權力的矛盾點在哪裡 這就是 為什麼美國要設這麼多部門 美國這些部門就涵蓋 欸 美國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要涼掉了 我舉個例子 跟我們最關的一樣 跟美國的 foreign policy 跟 treaty negotiation有關的 就是department of state 國務院啊 這些不同的department裡面 最大的都叫什麼 secretary 所以他會講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或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勞工部 他們一定有十幾個部門啊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比如說 幫助所有的農業政策 我們裡面在座也有 幫助農業政策 食品的品質控制啊 還有發放食物券啊 還有學校營養午餐 這些東西 農業部給控制的 也幫我們commerce 就在規範商業的行為 還有做民意調查 這些東西都是consensus 做各樣的調查統計 Department of defense 就是美國的海陸空山軍 加上還有什麼coast guard 這個就不是我 爛也這樣怎樣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energy 能源包括原子能源的核能啊 這些東西你控制 能源政策 能源污染 都在一屆部門控制的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這個東西就包括我們的什麼 他們叫做社會安全制度 你不去邀請 Warefare 就是你如果窮到一個政府 政府會介入 會照顧以人道的方式 讓你都會有起碼人 該有的尊嚴 這個就有這個部門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ivision 也是分配這個房產這些東西 Department of veteran affairs 就是退伍軍人的一個部門 Department of treasury 像什麼 酒類 香煙 還有什麼 武器管制都是這個部門在做的 美國是可以有武器 私人游泳槍枝的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所有的交通部門 Department of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Department of justice 就是這次說什麼來 你說最高檢查總署 副檢查長 Depute Attorney General Attorney General Attorney General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present 就是代表美國聯邦政府 在所有的法院裡面 就Attorney General 像FBI就已經在罐 FBI 你不要把FBI跟CIA混在一起 FBI就是Federal 是屬於聯邦政府的 CIA是屬於國際的中央情報局 所以在Attorney General下面管的是這個 CIA是另外一個單位 它也是在這裡的 它是介於所有不同的Department之外的 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中央情報局 另外EPA 環境管制方面的 FCC FEMA 還有這些勞工關係的 AFL CIO 都是他們管的 這是另外一個系統 慢慢有一個概念就好了 不用再想想 再來最近成立的 2002年 在布希政府 人類因為因應911 被攻擊之後 它有一個國土安全局 Homeland Security 這是跨部會的組織 它會影響到軍事情報 都會在統合 所以你坐飛機開始就要注意 馬上就列入人家管制 很簡單的事情 跑不掉的 更何況 那是被占領的地方 這就是政府組織架構 左邊就是立法 這邊就是司法方面 那他們的司法 不同的法院 聯邦法庭 最高法院 下來是各州的州法院 State Court 大概知道有這個概念就好 好 回到前面 在 我看 我還有什麼哪一頁沒有講 OK 這個就是District of Justice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Department of Justice 就是美國司法部 它裡面的不同 最大是什麼 Attorney General 然後次大是Deputy Attorney General 接下去 Sollicit General 有沒有 就不同的單位 下面管不同的部門 那是他們的Logo 很漂亮 慢慢有概念 不可能一次了解 但是以後再 一個部門介紹 來 下一張 好啦 這期Vigo憲法 在寫之前 他們講的叫做 Pream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第一句話是什麼 為了要形成生命共同團體 這句話很重要喔 我們台灣現在有沒有生命共同體 有沒有 有 在座各位 我們身分確立了嘛 除了還不是台灣人 我們是生命共同體 都本土台灣人 第一句話 我們成民 結合 有啦 我們形成生生命共同體 過去沒有啊 過去沒有人做 尊管兩國的人 哪有可能一起選舉 哪有選舉 哪有選舉 不可能啊 有資納人爹裡面啊 你效忠的不是天皇啊 你效忠在中國啊 我們效忠是日本天皇啊 那不一樣的 那是全白國 他是全明星啊 哪有什麼人做的 那他就跟你講 另外一個大故事 跟你合起來 形成一個新的國家 就對了 台獨就在玩這個啊 教育的意思在玩啊 了解喔 我說的這個趣味 有一個瑞典這個國家 瑞典這個國家 就是很大方的 很大方 他的政策 這大概整個歐洲裡面 最開放移民的國家 結果他開放之後 沒想說 好 很多中非 北非 非洲 中亞 那些 沙烏地 阿拉伯 伊拉克 那些修台的國家 都要找到他們家 結果他們的國家 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都是外國人 嚇到 社會福利真的就最後 就是那些監獄裡面 還有放人家 放影片 還會上課的那種國家 殺了很多人 都沒有事情 那種國家 你知道嗎 還要注重犯人的人權 那種國家 結果現在 外國人太多了 這個國家 他們自己的人還沒有生 所以這個國家 又來就完蛋了 因為外國移民的人 下四名 生他的下一代 所以百分之二十五 沒有多久 我跟你講會變一半 瑞典人已經看到 不是金髮藍眼的瑞典人了 看到一個中東人 站起來說我瑞典人 他們現在才知道死了 你懂嗎 這就是生存戰爭 你要大方 我看你這國家有多大方 你就開放給全世界的難民 都在你家住 台灣人這大方什麼 歡迎那中國人來這大 再來生小孩生拖 很快你就不去了 這個種族滅絕 你知道嗎 這針不去了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 都可以搶 就是不能取 不能取價中國人 為什麼 其他的國家的人 對這個土地沒有壓心 偏偏就是價格來自那人 就是要用人數來吃起來 懂嗎 我不是種族騎士 我們是實際上的生存戰爭 大量的中國人 給你吃起來 跟他們對付西藏人的方法 是一樣 大量的中國人 給你移民去西藏 害到什麼 西藏人都要跑去 為了什麼 給他留種 留他的症 所以中國人 接受到不得太離譜的地步 是什麼 熊貓 你知道熊貓 保育類動物 中國人說 這熊貓快絕種 我們要想辦法保育 可笑 對人怎麼不是這樣 為什麼你要滅掉西藏人 一方面你在照顧熊貓 花多少國家資源去培育熊貓 保持他的種 你為什麼 西藏人被給他滅掉 你為什麼大量的中國人 就在裡面 為什麼改變他們 西藏人的語言宗教習慣 害到他們就要逃走去流亡 他們就去滅掉這個種族 這是不是有種族滅絕的 所以西班牙法院對他起訴 江澤民 李鵬都給他起訴 歐洲的法院 現在中國不敢說 就有贏了 就有贏了 台灣人也是一樣 我們經歷在同樣的事情 你知道嗎 M1742後代 要不去 好不容易我們現在 QQ幾個人認同 我們是什麼人 騎組繪 現在知道嗎 來 設定公平正義 法院他開的 過去就是這樣 確保 國內各州平衡 ensure provide for the common defense ensure domestic tranquility 就是確保 你有聽說 一個島沒有多少人 居然有偏遠地區嗎 你有聽說偏遠地區嗎 宜蘭啊 偏遠地區啊 屏東偏遠地區啊 屏東偏遠地區啊 笑死人啊 這上面再沒有多少 那只有在劉安難民的眼中 再說偏遠地區啦 因為它是中後城 外面都是偏遠地區嘛 所以建設就只有 去中後城的問題嘛 村的資源都不會分配 對台日本地區裡面 台灣開始 整個時間裡面 全島建設都完成 你看看那些相片 看過台灣世界嘛 你看看 那些土地規劃 都市規劃都做的 全船的航騎 航班船 整島規劃 包括澎湖都設 澎湖的州郡 辦公室都設好了 所有全部的島上的 那些紅豆進 每個人受教育權都有 幼稚園都有 他們沒有所謂的偏遠地區啦 只有在資納人眼中 才有偏遠地區啦 全島的人都是 台日本地區的市民 都秀名秀名秀 什麼偏遠地區 有的人說 比較照顧不到的 沒有啊 你的政府的責任 就是要照顧每一個人 一樣的都照顧得到 那才是我們的台日本地區做法 好啦我現在這邊講這個 我們再跳 時間又不夠了 來 OK 這給你們看 就是英國的上醫院下醫院 你們在講醫院 貴旗醫院有所謂的上醫院 代表貴族 你看到有貴族同志 就是參醫院 眾醫院就是平民 但是不表示他權力不一樣 他們是制衡的方式 參醫院的人 他的任期比較長 比較不要被換 他必須要某種年齡以上的限制比較多 可能要四十歲 有社會成就料在做參議院 眾醫院比較少年 眾醫院通過法案比較快 比如他們就很直接 他們跟人民接觸 平民接觸直接反應上來 可是參議院又有點把它慢下來 緩和下來 所以這都互相牽制的 比較年輕 比較老的 比較久的 比較慢的 比較老的 比較一般人 這是一個國家的常態 就是我們來統治 來 所以參議院 眾議院 上醫院 下醫院 Upper Lower House 來 這美國 美國這因為是州政府的關係 說每一州有兩個代表 還有他本身的參議院 就是每一州有兩個代表 所以是什麼 50州乘以2 100個 所以這邊是什麼 435個 就以人口數來決定 來 下一個 這是日本的 我們不是回去這裡 不要弄錯 日本的參議院 眾議院 這是現在新日本國的系統 再來 下一張 這是過去我們大日本帝國憲法 這憲法不是我們人民去成立的 是什麼 通過天皇向黑田青龍首相 親自遞交的方式發布 就是所謂的清定憲法 我們的憲法不是我們自己去制定的 不要搞錯 是天皇制定交給首相去執行 這是大日本帝國憲法 你知道嗎 觀念就不一樣 來 再下一張 這整個架構圖給你看 天皇在這邊 貴族院 眾議院 選舉 這些人民 這也不同的 書密院 裁判所 國務院大臣 這叫內閣總理 首立大臣 內閣總理大臣 內閣 海陸軍 他的負責任對象是對天皇負責 他不說對人民負責 他的箭頭沒有往那邊 天皇是統治者 這不一樣的意思 這我們要慢慢就改過來 下一個 為什麼不能像其他所謂民主國家一樣運作 有的人都問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要知道我們所恢復的角色 自己的身份重新調整心態 我們真實的身份仍然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目前因為戰敗而處於被美軍佔領戰爭狀態 你不是恢復有國籍喔 我們是拿旅行證件對不對 其實沒有國籍的人這貼 並非在正常狀態底下 但是我們要逐步正常化 一步一步走 第二 即使台灣澎湖諸島 美國民政府下的議會制度也是什麼 他們叫Sudo Congress 就是假裝是 但實際上不是 但是一個過渡時期 要把他殺到是 但是我們這是過渡時期 所以我們就要傳承 就要團下去 團成我們後一台接起來 所以我們訓練後台人 後部的人跟我們接 我們是在這裡抓住 我們是頭一部的人 革命先行者 在這裡先接起來 然後再交出去 了解喔 所以我們能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台灣民政府 台灣Civil Governance 是被占領地區人民 所組成的民事政府 不是自己可以隨便改變 原先所屬 大日本帝國所設定的制度 這都不是人民的 你是不會跟人家講 我們一定要回到那個系統裡面 第二個 目前議會制度 是仿效大日本帝國議會 參考美國系統嘗試運作 方便在未來 一旦美國主要占領國同意 要他同意喔 他不同意也沒辦法 好 銜接回去大日本帝國系統 我講 講一下親密 因為有網路 所以沒關係 人間宣言一下 那時候美軍 對於我們台日本對國 炸兩顆原子彈 還不夠嚴重 還一個更嚴重的事情 你們知道嗎 人間宣言 什麼叫人間宣言 你知道嗎 叫天皇對人民宣布說他不是神 他是人 這個比原子彈很嚴重喔 過期大家是認為天皇是神嘛 對不對 所以叫天皇嘛 把他當神來拜嘛 所以有神道 神教嘛 信道理神 神道教嘛 居然戰敗 神怎麼會戰敗 戰敗之後 還有美國麥卡瑟 還站在旁邊 還那麼大張一個站在那裡 他就要宣布說我不是神 我是人 所以我們現在回去的大日本帝國 已經不是天皇是神那個 那個不存在了耶 天皇已經變成人耶 這個很複雜喔 你們以後再慢慢想 這個是代表什麼意思喔 我現在不講太深 但是我跟你講 這是比原子彈還嚴重的事情 炸在日本本島 你炸掉可能是40萬人 100萬日本人 但是這個是把日本人心裡面那個神 給炸掉了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但是你不可能恢復了 炸掉就是不可能再回復 天皇不可能宣布 我又會變成神了 不可能 所以他現在是人間的天皇 他的位子還在 但他的性質改變 這是美國做的事情 慢慢了解喔 慢慢了解 這代表什麼意義我不知道 以後我們再慢慢弄清楚 就算大日本帝國台灣人 想在這塊土地上自治 也要照規矩來程序來進行 無法照次 先恢復先前大日本帝國的系統 並且要在天皇同意的前提之下 進行改變 你要改 可以 但是天皇要同意 因為他是這塊土地的擁有者 你要他同意啊 戰爭時的議會跟平時的議會 不一樣 我們現在恢復的是戰爭狀態底下 你叫什麼就是戰爭狀態底下 戰爭狀態底下是什麼 軍事喔 軍事就不跟你開玩笑 所以才會死刑 才會講的邊刑死刑 在那邊雄啊 因為是在戰爭狀態 就跟軍事佔領狀態一樣 不是說你為什麼民進府拿這樣 我給他拍謝 這是法理 軍事狀態 我們就要恢復到軍事佔領狀態底下 只有這樣子做啊 沒有其他選擇 來 下一張 再走 我時間不夠了 再走 這個我們剛才講過了 有沒有看到 剛才有看到這張 這就是 我可以鑄地保 我開在勞基尼的人 就在這裡 我可以往前走 我往後走 我往左往右 我很自由啊 為什麼要再來這條 不好意思喔 你這叫做奴隸的自由 你五十萬人一百萬人上街 也不會改變 為什麼 這叫統治者 所以秘書長說 這條舊我放在那裡 也可以當你總統 一條舊我放在那裡 也可以當你的市長 為什麼 他是統治階級的人 你扣到塞什麼好車 你兒子也是要受奴隸的教育 因為你的位階叫做奴隸 位階也不一樣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過去的思想不對 你怎麼五十萬人去抗議也不好 最後結果是什麼 還是照他的遊戲規則在走 過去那幾十年不是都證明了嗎 以前我們以為上街抗議有用 結果有沒有用 一點用都沒有啊 因為人家在玩你啊 好在我們去顧米國 你怎麼帶我們去顧米國 顧之後把這項人趕走啊 你要直接佔領啊 你怎麼可以叫我叫我去做奴隸 給我的國籍 給我的議員 給我你怎麼去受你的教育 你是在種族滅絕我們呢 還要滅到說 我們自己是誰都搞不清楚呢 對不對 頭部才有一個人要趕走 沒關係 跟人數無關 只要有真正的台日本 地國臣民站起來 就表示我們這群人是佔領者 被佔領者 你就要按照被佔領者的法律來執行 佔領法來執行 你不會再學會飛飛亂走 像這自大難民做的事情一樣 以後都會追討的 來 下一個 美國的Congress議會 可以做什麼事情 可以通過像買這種軍艦東西 通過的 發行 鈔票這些都是 下一張 來 再走 來 當初大日本帝國 我們的天皇宣佈 要實行立憲 清訂憲法的時候 他說這個叫做五條遇事文 你聽聽看 後來聽了覺得很感動 第一個 廣新會議 這在1868年 1868年就說了 萬機絕於公論 所有的東西 大家討論解決 就是有議會制度 萬機絕於公論 第二個 上下一心 盛展經論 以前沒有啊 我們現在可以上下一心 全國我們都一樣一種人 做一些一心來做一些事情 五官五一體 五官五一體 以至於庶民 從最官到最嫁一般人 各歲其智 每個人都他的志向 可以發揮 勿使人心倦怠 當你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專長 可以發揮 你怎麼可能 不可能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台灣人過幾次 天天二十七點 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的才能 沒有辦法得到發揮 你被壓制 你被壓制住 欠財 他們就不想好好跟你財財 他不希望台灣人出頭 你說壓制住 台灣目前在浪費時間 做一些無意的事情 看電視 唱歌跳舞買東東 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買東東 台灣人都被人家走 一代再一代 這樣在練 現在天皇說的 各歲其次就是 每個人都做自己 發揮要做的事情 你怎麼可能不努力 你怎麼可能倦怠 你不可能倦怠 都有目標 Purpose Driven 有目標幫你驅動你去完成這件事情 整體 還有 破除就有之肉惜 一本天地之工業 破除就有之肉惜 一本天地之工業 沒有錯吧 這公道 不好意思 然後 求知至於世界 我們過去求知至於哪裡 求知至於資納嘛 所以我跟他說 就要學不同語言 求知至於世界 日本一八多少年 就在說 他的人民都要求知至於全世界 所以日本人四個都去學 德國 英國 只要你比我到我都去學 現在不是 我們台灣人 你們都去學中文 就用喊這些 在中文的世界裡面 往落後的國家去發展 當然告出這個人 當然告出我們沒有競爭 你都說台灣人現在沒有競爭力 很簡單 你給這個人去管 當然告出沒有競爭力 中國已經沒有競爭力 還給這個人管告出沒有競爭力 還去背 45千告出 法官在寫 恐龍法官一堆都寫中國古文 來給你判案 秋西洋 這什麼時候大家還這樣 對吧 求知至於世界 大政皇國之基業 那你就振奮了 對吧 要知道 來 接下去 OK 在這樣的限制底下 現階段我們還能做什麼 哇 很多那麼多 我們是要做什麼 幫助大日本帝國的台灣 洪多敬本島人生存下去 現在不是活到好嗎 錯 大家都以錯誤的認同活著 把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從流亡政府詐騙民主系統 中的各黨叫出來 成立台灣軍 日本台灣軍 清楚知道什麼是生存戰爭 我剛才跟你說 我們台灣人的 後代生存的戰爭 在現在 法律可以保護我們 知識讓我們變 有power 你沒有知識 就要求 求 你有法律的知識 沒有人敢給你求 你有什麼保護你自己 你知道嗎 透過立法配合 以及監督行政部門 幫助台灣在廢墟中 重建家園 知道什麼是日本帝國 建設是什麼 不是芝麻難民 你想我現在建設很好 差這個 你去日本看看 回來看台灣 文化建設 制度建設跟經濟建設 全都要改 整片都要改 大家責任很多的 當一個稱職的銜接角色 台灣民政府 是一個過度性質的政府組織 但是發展方向 卻是很清楚 就是在美國宣布 台灣被佔領狀態 結束之後 將成為正式治理台灣的政府 在受到安全保護期間之內 建構一套可供未來後進參議員 參考的議會制度 經文化出來 什麼叫做保護 什麼叫安全保護期間 你們這叫Grace period 叫做Probation 那就是說大家都素人 所以你們會犯錯 我們容許你犯錯 但你要修正 所以有一個保護期間 因為你沒有讓做太偉大的決定 上面有一個管理者 所以你不可能外刺得太離譜 這樣知道 學會如何傾聽 就要聽 不是叫你遵從言明的 會聽人民的聲音 忠實反映在議會場上 好讓行政部門 準確的掌握民意 進而解決人民的需求 將來官方語言是英文日文 人民如果有意見的時候怎麼辦 當然否決 對不對 這違反我們的主軸 過去他跟我們改造北京去那時候 我們在抗議他敢有跟我們聽嗎 有啊 沒有啊 就是強迫 把你發啊 自你那開始就把你發啊 你才會客氣什麼 現在回來就是回過來 回復到我們正常應該有的狀態嘛 理所當然 那什麼叫明正言順 名字都要贏 你說的都會有力 你如果不贏都以外會亂說 講不清楚 明正就會言順 就是這樣 明怎麼正 假名嘛 台灣人就是假名嘛 台灣的地位正常化嘛 來 下一張 來 再來 這是以前的憲法裡面內文 來 我看可能要跳一些 好 再走 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 來 再走 對於這種制度和事情 比如說日本的議會 為什麼一天到晚在換首相 因為他們有所謂議會不信任投票 不信任投票 如果過了 你繼續做首相 你要不信任 你都要下台 重新選舉 要解散內閣 現在日本這些首相 很強的 為什麼很強 眾議院參議員都占絕大多數 所以你不用擔心會下台 但是報紙都給你講 現在民意 滿意度已經掉到四十幾% 抱歉 四十幾%在日本利貸 還是很高的 這表示人民是很支持這個東西的 但是你的中文媒體 就一直強調這個東西 兩個禮拜就可以做一個民意調查 哪有人這樣做 你官員都還沒做什麼事情 就馬上民意調查 你如果在看新聞 最近安倍去訪問哪裡 有人知道嗎 大家都沒有在update你的資料嗎 台中 中國的臣民裡面 議會來的議員 你算是可以不知道 到現在安倍首相去哪裡 不是俄羅斯 怎麼知道俄羅斯 不可以學習 你知道怎麼講 如果不知道不可以講 就這樣子 中南美洲 你暫停哪裡 中南美洲 回去研究 很重要 你怎麼看 中南美洲跟日本的經濟有什麼關係 在安倍去之前 有哪幾個國家跑去那邊 中國跑去那邊 Russia跑去那邊 為什麼他們跑去那邊 日本為什麼跑去那邊 日本跑去那邊 產生什麼影響 中南美洲最大的國家是哪裡 巴西 巴西第二個是什麼 墨西哥 Mexico它的GDP的量 僅次於巴西 不可思議 慢慢啊 你們就慢慢一定要有這些knowledge 現在的經濟實力是哪些國家排名 那他為什麼要去Mexico 那你美國最近啊 你自己巴西巴西 南美洲國家很青米國 那不是 青米國所以其他國家就要一次 好我時間不夠不講太多 來下一張 不好意思 來再走 我跟你講你們要aware of這些國際形式 我跟你講換了地位就換了腦袋 你不能再做人民了 你的俗口方式就要改了 你獲取資訊的方式也要改了 來 再走 很累耶 再走 我現在沒辦法講這麼多 來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畢國人設計這整個遊戲規則的時候 他知道一個原因 人其實是後敗都有 沒有那種聖人 所以什麼 人容易受影響的地方是什麼 人壞的地方是容易受影響 然後很有passion 就是很情感用事 然後什麼inturrent 無法忍受跟你不一樣的人 還有什麼grieve 很貪婪 很貪婪的 這是人的缺點 在座各位 包括我在內 是這樣 我們的好的地方是什麼 capable of reason 會理性 會理性化很多事情 還有什麼self-discipline 會自己訓練自己去達到一個問題 像你們來這邊做來這邊看書 訓練自己就是self-discipline 然後這就是好的部分 還有fairness公平的概念 很公平的 你知道什麼是不公平 什麼是公平 你知道嗎 非常清楚 每個人都有 那怎麼樣 Madison 美國的那個協力憲法的人說 如果所有的人民都是天使 都是天使 那不用人管了 你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嗎 如果所有的人民都是天使 那不用人管了 但是他們都不是天使 都不是天使 都是壞蛋 所以才要人家管 如果管人家的這個政府 裡面都是天使 那就不需要有內部機制 外部機制來制衡這個政府 對不對 就是因為這些政府裡面 都是壞蛋 不是不要講都壞蛋 好壞都參半 所以才要有內部機制 外部機制幫你控制 這樣知道嗎 所以美國是一個很實際的國家 它立的法也非常實際 用這個制度來統治這個國家 這樣這個國家才會強 不是人質的社會 法治它知道人性的弱點跟強項 在這樣的考慮底下設計這個系統 才會一個好的政府機構在運作 我還不能講太多 還有兩分鐘 再走 再走 我要趕快收了 再走 再走 好的歌員 跟我們大日本帝國臣民 戰敗者主要佔領全國底下 被佔領的身分不符的 一律除掉 符合我們大日本帝國臣民的身分 一律吸收再教育 採用所有利於台灣下一代 大日本帝國臣民的方案 從恢復戰敗點開始 接續傳承大日本帝國在台的政策 接受主要佔領全國美國對台的計畫 並且執行 習慣TCG有它的持續性 也有它的變化性會調整 Make Continuous Learning a way of life 就讓你習慣持續經常的受教育 不斷的學習 不會有老人痴呆症 來台灣民進府就不可能有老人痴呆症 我們就開心 這樣不夠 來 下一個 對 還有議題要掌握 來 下一個 再下一個 我看那個 來 再下一個 最後這個主表 這是什麼 美國的每一個議員 後面都有智囊團 這秘書長講好幾次 你派去每一個地方 你沒有那些專業能力 你一定輸給當地那些人 但是什麼讓你不一樣 跟你站得住 就是你的法理和你的清廉 再來專業部分你就要扣人 所以你要選很多你的智囊團 不然你花錢 這薪水是人家付的 政府幫你付的 但是你需要很多智囊團在你身邊 給你意見 你做政治上的判斷 你不可能找那麼厚 法理就看不完 還看得到專業知識 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執行命令 這部分就交給你自己建構的智囊團 就要趕比你聰明 要比你聰明 不要早就比你笨 他也不可能把你搶去 我跟你說 你的位置就固定了 但是你就要培養接班人 就要比你聰明 要帶起來 接待你 這樣好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 我們再次與樂隊的掌聲 謝謝徐哥林 徐趙巨人 各位歌員俊手 我們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8點40分以前 回來座位上準備考試 8點40分以前 謝謝